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呢,关于现在引起全世界重大震动的一个伊朗总统啊,直升机遇难的这件事情啊 我这个视频呢,分三方面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本身这个经过,还有现在呢,是一个什么结果,有什么发展,发现了什么 然后呢,就是全世界啊,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可能会对全世界的局势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后果啊 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 第二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关于啊,这件事情呢,它的发生,它是一个自然的事故呢,还是人为的 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分析了啊 第三方面呢,就是我就这件事情所看出来的啊 它对于美国,对于中国,对于中美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的分配啊 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啊 这是第三方面的内容,好,就是这三方面的内容啊 首先第一方面的内容呢,我们来看一系列的官方的报道啊 那么这个报道呢,是来自于环球时报的 环球时报的报道说呢,当地时间19日下午一架载有伊朗总统外长 以及其他随行人员的直升机 在东阿塞拜疆省瓦尔扎干地区发生事故 据伊朗国家通讯社20日发布的伊朗政府内阁声明 伊朗总统莱希及伊朗外长阿布杜拉西洋等人在此次事故当中遇难 莱希的突然罹难会对伊朗国内的政治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又会为本已紧张的地区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啊 环球时报记者20日采访了多名中东事务专家 他们认为莱希的意外罹难或将造成伊朗最高领袖的接任者出现暂时空缺 但总体来说,由于伊朗有关权力移交的规定十分明确 且伊朗的大政方针主要由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来决定 此次事件应当不会导致伊朗出现较大的政治动荡 专家同时认为,在上述背景之下 伊朗的外交和内政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不过意外的发生或将使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暂时陷入僵局 为地区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综合伊朗媒体的报道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9日下午 莱希和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 在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共同参加一个水坝项目的揭幕活动 在返回的途中,莱希所乘坐的直升机在瓦尔扎干地区降落时坠毁 发生事故的直升机上除了莱希 还有包括伊朗外长阿布杜拉西洋 东阿塞拜疆省长 马克利拉赫马蒂等在内的几名官员 据报道,当天与总统一行共有三架直升机 其中另外两架已经安全抵达目的地 据伊朗内政部长埃哈迈德瓦西迪 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上的说法 大雾天气正是莱希所乘坐的直升机被迫硬着陆的原因 当地时间20日 伊朗政府已经确认了直升机坠毁 机上人员均已遇难的消息 伊朗政府内阁表示 对伊朗总统莱希外长阿布杜拉西洋等人的 63岁的莱希啊2021年成为伊朗总统 他是一位与司法界和宗教精英有着深厚联系的强硬派 经常被认为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可能的继任者 莱希在宗教系统当中有着深厚的资历 与已故的霍梅尼以及哈梅内伊有着稳固的关系 哈梅内伊曾经任命他担任多个高级职务 分析认为莱希一直在国际和国内的议题上 与哈梅内伊保持一致的立场 在伊朗核问题 反对西方和以色列问题 中东战略等持强硬态度 路透社认为莱希与哈梅内伊一样 对西方抱有深深的怀疑 支持伊朗经济自给自足运动 以及支持中东代理势力的战略 路透社引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东和北非项目副主任瓦基尔的话 说道莱希深受哈梅内伊的信任 被认为可以保护哈梅内伊 作为伊朗最高领袖留下的政治遗产 纽约时报也称 莱希在担任总统期间 监督执行了扩大伊朗地区影响力的策略 目前被外界广泛视作哈梅内伊的潜在继任者 根据伊朗的宪法 如果总统去世或者丧失能力 第一副总统将接任总统的职务 直至在最长50天内举行选举 目前穆罕默德 穆克贝尔是伊朗的第一副总统 预计他将接任总统职务 直至新总统的选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 田文林也表示说总统和外长都是伊朗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两人的突然罹难或将让伊朗政坛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的震荡 不过伊朗的顺位体系比较明确和完整 第一副总统可以顺位替补总统的职位 避免伊朗国内出现大的政治动荡 他认为该国的外交方向不会因为莱希的意外去世而中断 另外英国广播电台BBC以及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同样认为 预计莱希的遇难不会改变伊朗对任何重要地缘政治问题的立场 包括对其核计划和本轮巴以冲突的立场 另外这个事件马上多国的政要也都发生了 据环球时报的报道 说综合伊朗迈赫尔通信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伊朗总统莱希乘坐的直升机19日发生事故 在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应着陆 莱希本人和随行人员在事故中遇难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衣宣布全国哀悼五天 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政要 也都就这起事故发生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哈梅内衣致验电 对于莱希在此次事故当中遇难 普京在宴电中表示 这对伊朗人民来说是巨大悲剧 莱希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 普京还表示说 莱希为发展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关系 作出重要的贡献 俄新社还报道称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就这起事故向伊朗方面表示慰问 报道称托卡耶夫称 莱希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 为加强哈萨克斯坦与伊朗之间的合作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英国卫报报道说 对于莱希在直升机事故当中遇难 印度总理莫迪20日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 深感悲痛和震惊 他为加强印度和伊朗之间双边关系所做的贡献 将永远被铭记 我向他的家人和伊朗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 在这一悲伤时刻 印度与伊朗站在一起 这是莫迪在推特上发的文章 然后法新社也报道说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一份声明当中称 他对莱希及其随行人员在此次事故当中遇难 深感悲痛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20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为悼念因直升机失事遇难的伊朗总统莱希等人 并对兄弟般的伊朗表示声援 巴基斯坦将举行哀悼日活动下半期致哀 另外路透社报道说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2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欧盟就伊朗总统莱希和外长阿布杜拉西洋 以及其他成员和机组人员在一次直升机事故当中遇难 表示诚挚的哀悼 我们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法新社报道说对于莱希在直升机事故中遇难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哀悼 并感谢莱希在新一轮巴异冲突爆发以后 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所做的不懈努力 这就是环球时报所整理的各国媒体所发表的或者转载的多国政要的发声啊 另外我看到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啊 也就伊朗总统莱希在直升机事故当中遇难 向伊朗第一副总统莫赫贝尔治了宴殿啊 好接下来呢 我来说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分析啊 那么像这个直升机的事故呢 一开始的时候伊朗啊 说它是一个硬着陆啊 我现在看到呢 他们的用语就变成了坠毁啊 现在呢 好像是偏于说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故啊 事故就是自然发生的 像这样的一个事件 它就有两个可能啊 一个是自然发生的一个事故 另外一个呢 就是人为的阴谋啊 其实现在世界上这两种声音都是有的呀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自然原因的可能性啊 它自然原因的无非是第一是天气的原因啊 那么当天呀 很明显啊 大家都看到了啊 我们从镜头里面就能看到 它那个雾啊 特别特别的大 在那个地方 我们从镜头里面 视频里面看啊 就那些人在里头啊 你就看着影影绰绰的 对吧 那么一个飞机 它在高速飞行的时候呢 它能见度这么的低 它是非常危险的呀 那么人们就说了哈 为什么这个雾这么大啊 像莱西这么重要的人物 一国的总统 为什么还会选择飞行呢 那么我看到啊 这里面其实 它是有它做决定的 这个合理性的 因为莱西这个人呢 看来啊 他特别喜欢坐直升机啊 可能直升机 它比较方便 你知道吗 你就是不依赖那些个机场啊 你想在哪起飞 就在哪起飞 想在哪降落 就在哪降落啊 说走就走 对吧 可能是效率比较高 所以呢 莱西就特别喜欢啊 那你现在可能哈 在网上能看到 好多莱西坐直升机啊 上下直升机 或者在直升机里面的那样的画面啊 那都是以前不是这一次啊 那么这一次呢 其实它去参加的这个活动呢 也是一个比较短暂型的 属于短暂型的一个活动啊 它就是伊朗和阿塞拜疆 在边境那个地方 他们建一个水坝啊 它就去参加这个水坝的一个开幕仪式啊 就是去了以后呢 应该很短暂啊 开幕完了以后直接就回来了 我想呢 它可能啊 就是大意了 觉得呢 我以前乘坐直升机都没有问题 这回应该没有问题啊 那么这就是呢 这个大悟天 它做这样决定 那么这个大悟啊 对它这一次的空难啊 是不是直接原因呢 这无从可知了 但是呢 这是事故的一种原因了 那么事故的第二种原因呢 就会是机械故障 今天呢 我们就看到各种消息就出来了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伊朗受美国的制裁啊 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让我特别震惊的是呢 就莱希这次做的这个直升机呢 是美国产的直升机 其实我一直都纳闷啊 就是伊朗它那些导弹呀 它那些飞机呀 他们的导航啊 定位系统用的是什么 是美国的GPS吗 还是用的中国的北斗呢 那么现在呢 很明显啊 让我震惊的是呢 它竟然 它飞的是这个美国产的直升机 而且这直升机啊 还非常老了呀 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啊 因为美国在对伊朗制裁之后 它不可能卖给它直升机 也不可能卖给它很好的直升机 这就是以前据报道说呢 这个直升机已经有20多年了呀 你想想啊 这个直升机20多年了呀 那么中间是不是会出现问题呢 是不是要进行维护 要更换一些零部件呢 据报道就说呢 因为美国的制裁啊 虽然它用过的是美国的这个直升机 但是当它需要零部件的时候 美国是不可能给它提供的 那它需要零部件怎么办呢 那么它只能是从别的飞机上呢 拆除啊 或者是它自己自产的零部件呢 用到这上面来啊 那这个飞机的性能呢 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啊 由此呢 我也会想到呢 就是这件事情 对于伊朗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就是说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 和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呢 说明了一定的问题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 这是我今天视频的第三方面的内容 那么我们再接着说啊 自然原因的第二个原因啊 就是极限故障啊 那么根据这个背景啊 我们想这架飞机 如果它出问题的话呢 那么一点都不意外 对不对 一点都不意外 它很老的一个飞机 而且呢 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保养 以及修理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飞行员的操作问题了 那这方面呢 我想啊 伊朗对于总统用的这直升机啊 是美国的一个落后直升机 这是第二方面的这个原因呢 它可能是无能为力啊 只能尽最大努力了 但是这个飞行员啊 它一定是会用它国内飞行员的 最好的和最可靠的 它就算是这个最可靠的 最好的 人 它就是人呢 它有时候也不免会有误操作什么的 但是呢 这个概率相对于前两个因素来说呢 就小了很多了 那么就是说 如果是自然原因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三个方面 然后呢 它有没有人为的原因啊 那么现在全世界呢 关于人为的原因也有很多的猜测啊 其实不用大家来猜啊 美国第一时间 他就想到了说 全世界有可能会把矛头指向他 人们想的第一个进行这种 暗杀的这个人啊 方面啊 那就是美国 所以美国第一时间站出来说 不是我啊 跟我无关呢 那么你说跟你无关 就无关了吗 那么我们说了哈 它这个飞机本身就是美国的飞机 我们在联系美国的贸易部长前一阵子啊 语出惊人啊 他说 如果我们美国使用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话 满街跑啊 他很有可能啊 就像我们的苹果手机一样啊 他一键啊 就控制了我们啊 你说这个美国的贸易部长啊 他雷蒙多啊 他呢如果说中国啊会远程控制 他觉得没有说服力啊 因为他也不了解啊 但是呢 他举了一个美国人非常了解的苹果手机啊 他就说苹果手机啊 显而易见 他呢是可以控制我们 或者他正在控制我们啊 就说苹果手机能控制我们 你想想看别的不能控制吗 好 我们用他这个逻辑啊 那苹果手机啊 能控制美国 中国呢就会控制美国 对不对 那么就说呢 他认为中国会控制美国 美国就会控制别人 对不对 更何况呢 其实呢 他说中国会控制美国 也是基于美国会控制别人 所以呢 别人也会控制美国啊 那么前提呢 就是啊 美国会控制别人 那么美国会不会在这里面呢 以某种方式我们所想不到的一些方式 就控制了这架飞机啊 因为可知啊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来说以色列啊 以色列对这个伊朗啊 采取的那些个啊 控制啊 暗杀呀 那些行为就有很多很多呀 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情报组织呢 有这么几个比较著名和强大的 对不对 一个是美国的CIA 一个是呢 英国的第六军情局 然后一个呢 好像比他两家还有厉害的 就是这个以色列的摩萨德 对不对 他们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么以色列啊 对于这件事情 会不会应该负主要责任呢 那么有的人就说了哈 像这个伊朗的总统 他们为什么要做掉他 我看到有的人在说哈 说伊朗呢 这个总统啊 看起来啊 好像是对美国呀 对以色列啊 是无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纪念这个被美国定点清除 苏莱曼尼的 在那个忌日的那个活动上面发生了恐怖事件以后呢 其实伊朗也没有做什么 对不对 然后呢 以色列啊 还暗杀了伊朗 是在 以色列越来越不像话了 竟然就把伊朗啊 在叙利亚的那个大使馆都给炸了 还炸死了里面很多的人啊 世界就觉得说事可忍 孰不可忍啊 伊朗和 以色列之间啊 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哎 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 莱西呢 并没有发动 和这个 以色列的直接战争 或者间接战争都没有 而是呢 进行预告的前提之下 对他进行了无人机啊 还有非常弱的那种导弹的攻击啊 绝大部分呢 都被以色列给拦截了 对以色列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破坏性啊 我们从这些来看呢 就是莱西好像是对美国呀 以色列啊 他是没有什么威胁的 那为什么要做掉他呢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查一下哈 莱西他的背景的话 你就会发现 莱西啊 是一个让这个西方美国啊 尤其是美国恨之入骨的一个人物啊 莱西呢 他是一个坚定的 他没内衣的一个追随者啊 他是一个宗教精神领袖 那么刚才我们从这个环球时报那个报道 我们已经看到了啊 他是哈梅内衣的一个继任者啊 哈梅内衣今年都已经85岁了呀 他随时都有可能去世的 那么他去世谁最有可能是一个继任者呢 就是这个莱西啊 而且莱西的这个政治生涯啊 他是从一个律师开始的 从律师到法官到这个司法部的最高官员啊 那么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知道哈 美国指控说伊朗啊 对很多的政治犯啊进行了所谓的屠杀 对不对 那么他们把这些账哈都记在莱西的身上 莱西因此呢还受到美国对个人的制裁呀 莱西呢他一贯的是以一个强硬的反美派的伊朗的政治人物而出现的呀 所以呢美国其实对莱西是恨之入骨的呀 美国恨之入骨 以色列呢肯定也是恨之入骨的嘛 所以他两家啊 做这个事情 他的动机 他的能力就都是有的 更何况哈 有人说啊 就这次事件发生啊 是以色列第一时间报道的 不是别人 是以色列第一时间报道的 好 这是我们所分析的这个人为因素啊 另外呢 我还看到很多人就说呢 还有莱西啊 他在伊朗国内的政敌 还有以往的时候呢 伊朗啊和阿塞拜疆关系并不好等等这些方面啊 我认为这些可能性呢 相对来说呢都比较小啊 但是呢 如果是人为的话呢 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 接下来呢就是 我就这件事情啊 我看到了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啊 那么我就看到了什么呢 我看到了这个伊朗哈 他们对美国已经是这两家的仇恨啊 已经是这么的深 这么的长久 但是啊 他的最高国家领导人 还在用美国的直升机啊 这个美国的直升机都这么旧了 他们还在用啊 没有别的选择吗 对不对 没有别的选择吗 为什么不选择用中国产的直升机呢 中国的直升机应该是非常的好用啊 而且呢 肯定是便宜啊 对不对 但是他都不用啊 这是让我想到了什么呢 我就是想到了 我前一阵子哈 我看一个旅游博主啊 他开一个中国国产的一个汽车哈 就到伊朗去啊 那么他到伊朗以后呢 哎 他就发现在伊朗哈 还有两家这个4S店呢 其中的一家4S店呢 哎 已经关了啊 有一个还存在的4S店 那么他就去这个4S店啊 去对他这个汽车进行保养和修理的时候呢 他就遇到了一个伊朗的美女 这个伊朗的美女就是4S店的一个负责人啊 结果呢 就是伊朗的中国汽车4S店的一个负责人啊 结果他对中国的这个人他说什么 他说啊 我们伊朗的富人呢 是不买中国车的 我们比较认这个西方的车 然后这个中国人就说 哎 中国的车是特别的好啊 然后他说这个好那个好啊 我就发现他每说一个中国车好的时候呢 这位美女负责人哈 他的表情呢 都是那种不屑 然后呢 他用语呢 就是really 都是用的这一个词 really 就是真的吗 你知道吗 就是对中国产品的这种不屑啊 然后他透露出来信息说 伊朗的富人 他们都认西方的产品啊 那么这一点啊 我就从莱西乘坐啊 都这样了 还乘坐美国的直升机啊 可见这伊朗人啊 真的仍然是宠美的 他们仍然是宠美的 这还让我想到了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啊 被这个美国和欧洲啊 长期的这个对立啊 打压啊 煽动啊 拉仇恨啊 可是呢 直到美国对俄罗斯全面的制裁啊 他们的西方的产品全面的从俄罗斯退出来啊 我们才发现啊 俄罗斯却原来还狂热的去追捧西方的产品 对中国的产品不屑一顾啊 如果不是说他们没得用了啊 他们都不会用中国的产品啊 那么现在造成了一个什么 因为他没得用了 不得不来用中国的产品 这才发现了中国的产品是又便宜又好啊 本来他们认为中国都是破烂货 现在呢 就是伊朗 我相信啊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就是俄罗斯在被这个美国全面制裁之前的状况啊 虽然说呢 美国一直都骑在他脖子上拉屎啊 但是他仍然是甜美 他就认为美国的屎是香的 你知道吗 一个总统啊 还在用美国的破直升机啊 旧直升机都旧成这样了 对不对 结果呢 就造成这样的事故 我倒不是说他一定是这个原因啊 但是呢 这点事情啊 我想呢 有可能会让他们敲响一个警钟啊 不要再甜美了 不过呢 这一件事情 我想啊 他们不会警醒啊 他们不会跟我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啊 但是伊朗人民啊 最好是和俄罗斯人民一样啊 转脸看向中国吧 你还别说是20多年的一个破直升机了 你就看美国现在的直升机啊 他现在的战机 一天到晚的掉下来啊 就是美国的波音飞机啊 一天到晚的出事啊 美国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啊 发生一个改变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